东山东河村希拉雅平谱住 夜季,夜季,一点在这个中央工县 大工县大工县 原来是农丽9月4号 农丽9月4号 原来是下午就有部落导览 然后有那个当地平谱组的 演员作品的舞蹈 表演演员作品舞蹈 然后夜季是晚上10点半就开始了 到11点 夜季开幕,长官贵宾致辞 然后夜季拜诸千曲 这个夜季相当于他们的过年活动 好像汉人的除夕夜,然后要拜祖先 然后拜阿利母就是拜祖先 用母字是因为古代母性为尊母系社会 拜阿利母 你看农历史 他的晚上11点就是指食是一天的开始 所以你看深夜11点 开始祭拜了一世了 11点到凌晨三殿了 夜季拜祖 拜整条祖 那个是人家立大院还宴的要拜整条祖 千曲 大家回城一 回起来啊 手牵手 舞蹈 歌唱那些千曲 然后到隔天 你看 10月5号 农历9月5号 隔天上午 18点到12点 还有拜拜 听了长辈 那些妇女说是拜猪头 第二天9月5号是拜猪头 三项祭拜阿利母 拜阿利母 然后下午2点到3点 笑海祭 笑古代是用 海笑的笑要哭啊 海育啊 好啊 他现在又 笑 MOuir geh 可笑 好啊 喔你看 还有晚会表演 还有好多表演可以看 喔 首先说 歐拉雅国家鸿景区管理处 还知道 什么话 部分研究员委员会 他的实际itti 知道 東河社區館發展協會及被刷國下大公事管理委員會 還有西拉雅族的部落發展促進會 從2017年今年2016年 明年說要把那個平埔族納入原住民 這樣就有原住民了 活動經費可以建設發展 這個大公事可能是姓段 這個東河社區出了名任 考上法官的是姓段的 考上會計師的是姓段的 他們祖父祖先 祖先可能來自義尼菲律賓 平埔族人 有一個南島與系 南島 台灣島與南太平洋的部分 南島 渡海然後上台灣寶島 所以先住民 平埔族是台灣島這邊的先住民 極大來自伍